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意大利是艺术性的吗 对 艺术性的 对 意大利的防守真是到了艺术的程度 我就觉得这么一个大大咧咧的民族 怎么他防守那么密不透风 就是你看 你一看就是传统上打防守非常厉害的 尤其是那个后卫你知道吗 都跟守门员一样横扑出去了 结果这球从他脚边过 他这脚再一踹 给踹进去 你看见他那个后卫吗 就虽然意大利最后输了 但是他的两个主要的人物啊 都是赢家 就他的教练啊 孔帝啊 接下来要去Celsia 现在大家对他评价很好 另外门将啊 哎呀 多少人唏嘘感慨 不逢啊 不逢啊 他每次判断都准啊 只是身体 你说的这 还是真实 就是我当时很有这个感触 就是他就以后就就结束了 不会 他世界杯还提 他还没退呢 那宣布退的是什么呢 他 为什么说 没有没有 人家觉得他是告别赛 但他最后没有宣布退 没有挂靴是吧 没有 没有 他两年以后的那个世界 俄罗斯世界杯他还黑体 他38岁 以前他们的左夫就踢到40岁以上 意大利这个中年守门是出了名的 为什么我听那解说都是说永远告别 他们都觉得他应该告别了 他身体够不了了 但他真是英雄 而且风度啊 你看 踢完了以后 一面流泪一面向德国队祝贺 这场比赛真是 但是假如真的是勇敢 就是就永远告别了的话 我觉得他最后的这个铺的这一下 是就一个守门员 就像是一个跳高运动员一样 就是该这样结尾 因为你看啊 否则是什么呢 他要扑住了 那他就赢了 他下边他就不是最后一场 对吧 他肯定是没扑住 但是你看他方向判断正确了 而且他最后那个点球 四次判断都正确 而且他最后那个点球 他碰到了 他就拿到了 哎 我觉得我怎么当时我就感觉 假如这是一个守门员最后一战 这个句号就完美了 就他就应该输在这么一个 我都抓到了这个球了 擦进去了 一个守门员就应该这样结束 还有比这个更好的结局吗 哈哈哈哈 对吧 是吧 哎 当然 你也就很艺术性的 对对对 当然咱们这个也别聊聊跑题了 咱们还得回过头来 哎 不关心一下人民群众疾苦吧 发大水 甭老想着这种看球啊 欧洲的事对吧 跟咱们他们的水深火热 跟咱们 没有关系 他们哪里水深火热 都是一篇千万富翁在跑来跑去 孔习啊 你都忘了 我发现你真不关心人民疾苦 对对对对 你整天就想着想了 他就就叫 哎 你看人家过去 这个谁啊 郑板桥 还是谁 有个诗吗 就夜兰卧听 潇潇雨啊 已是民间 几苦生啊 就中国古代的这个人 就晚上睡觉啊 听见外面这个下雨的声音呢 都怀疑是不是我的人民呢 有这种 就就有苦难的这个声音传出来 有几个当官的今天 还能够有这样的情怀啊 哈哈哈哈 现在是 睡在床上一听 外面是刮风发大水的声音啊 我不要 要不要不 我不就是说 就是说 对于一个领袖人物 他的这个认识啊 必定是多面的 而且呢 随着历史的演变 将来可能就会有不同的看法 比如最近很流行一本书 在香港出版 就七本语的这个回忆录 这个七本语 当年是给毛主席 给毛泽东做秘书嘛 你看作为他这么一个 就对毛主席诬陷忠语的人啊 他就说我看到的 他就说啊 他说毛主席最关心人民疾苦 甚至他说周总理都没有那么关心 后来我该为什么 因为最早刚建国呀 原来就跟我们主持人一样 收观众来信的 就是那个时候有全国各地 给毛主席写信啊 什么的 还不是上访啊 那个啊 你说的特别对 七本语就是讲啊 最早的他们毛主席的秘书室 把这个群众来信 就一个他们挑 挑完了之后给毛主席 毛主席非常具体啊 就有的 比如上海有个女工 呃 没了工资 生活过不下去 卖银 卫生 就是说卖出卖肉体啊 毛主席还特别在这个 卖银这个地下画一个道道 然后就批示上海 马上解决工人们的这个 因为刚建国 好多事咱都不知道 刚建国大量工人失业 因为资本家跑了 工厂倒闭了 那工人怎么生活呀 所以他就说 他直到他亲眼见到 就是都是各地人民啊 就能给毛主席写信 然后他就说 他们给毛主席信 毛主席再批示去处理 最后他认为这个行为啊 就是后来现代信访制度的起源 就到后来啊 这国家慢慢制度化了以后啊 就最早你看就是这样 直接给毛主席写信 毛主席就批示就去 文革那个时候不是也有个写信 说他儿子什么理发钱也没有 后来毛主席寄了 莆田的叫李庆龄 是吧 莆田现在出名是全国开医院发大财吧 当初莆田出名就是因为李庆龄一封信 他说他儿子之亲 穷得不得了 连理发钱都没有 然后这封信啊 不知道怎么样 真的给毛泽东看到了 所以现在海外做很多研究 就想毛泽东在这段时间里边 他是怎么获得外界信息的 通过小报参考内参 他怎么会看到那些信 现在按你的说法是 他有一些人帮他 他有渠道 有一些人帮他过滤过 结果毛泽东回了一封信 对啊 就要了解三百元 以补五米之 燃眉之急 五米之吹 此类似全国盛多 荣当统筹解决 我全背了出来 因为这封信 当时的中国的多少多少万的知青 就可以回城了 就因为这件事 对于整个知青运动 产生了一个转折 不过那个李清凌 后来就卷入了 呃 四人帮他们的派系 后来坐牢 莆田莆田 当时在全国人心目当中 是一个非常穷的地方 哪像今天 但那个时候三百块钱 真是 辽济 辽济三百元 以补五米之吹 而且你知道 他这个通过这个秘书室啊 他很有意思 确实是 呃 谁都最早的时候 哎 我觉得毛主席比我们主持人还强 我们这个观众来信 您能都能看吗 他最早观众来信比较少的时候 他都看的 但后来多了 所以啊 秘书室要筛选 要筛选 你就觉得他很有意思 你知道吗 好多大学生 受了简单训练 就给毛主席当秘书 他这个领导人啊 他什么都看的 这个 为什么秘本宇最后受到重视 就是会给领导选信 他觉得他跟毛主席心相通 他知道毛主席 想看什么 呃 比如说刚建国呀 就比较关心这个工人农民的这个境遇啊 社会问题啊 他但是你看有些大学生经常给毛主席发点什么 普希金的八卦呀 什么的 或者说哪个人的欺文意识啊 那毛主席说不到 就毛主席从来不批 就这种就声明他不当回事 慢慢的就发现 这些人就生不了关 秘本宇后来就生上去了 对啊 虽然他也很快下来 但秘本宇这种传统呢 其实就是我说的 会衡量会推测主人公心思的体温表 这种体温表非常海事的 不是他给你 他让你看你想看的东西 他给你几封信 不同类型的 然后看你批哪一封 试过几次以后 他就知道了 对 关心哪些 哪些不关心 下次不给你 政治环节里边的这种投机分子 是造成政治腐败 国家政策失败的重要原因 而且他还不是投机分子 关键原因在于 他还不是投机分子 他不是投机分子 他那本书靠着 我跟你说 他是一个什么人呢 就是共和国那个时候 会出现这种人 他是个什么人呢 他呀 把这个毛泽东 他曾经有一阵 管毛泽东的书 你知道吗 然后呢 他崇拜到一个什么程度 毛泽东读过的书 他都要读 他说我就 因为管他的图书室 就是他说 我要读他一切 他读过的书 甚至于毛泽东在这个书的 没一批上 不是都要批示吗 他做的有些事情是违规的 他自己都知道 但是他偷偷抄下来 他看 他抄 他对这个毛主席的 这个学习的过程 就叫一步一趋 就是他看什么书 我看什么书 他写下来 我照抄一遍 你觉得出发点是什么呢 就是崇拜 还是 你看咱们永远会提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到底是个机会主义者 还是个信仰者 那机会主义者 我不敢说 但是我至少觉得 很多人对毛主席 其实你也不能否认 他有真心信仰的这一面 因为这种真心信仰 他呢 替毛主席做了很多解释 但是这种解释呢 我们可以理解 就是你比如说 举个例子来说 他为什么说 他说毛主席最关心工人 农民的疾苦 为什么 他说他写上去的这些信 他比如说要是看见这个 比如说农民 这个吃不上饭 饿肚子 但是亲眼看见 就毛泽东会流眼泪 就是然后呢 当然我就说 人物是非常复杂的 你不能单一的去看他 但比如说 很多工人 农民写信 他收入建国之初 没有收入 他毛主席就批示下来 就是国务院 周总理 你们要研究这个问题 他说实际上 对于这个问题呢 周总理那边叫政务院嘛 他们了解的应该更多 但是呢 你看他的结论就是说 就不像毛主席这样 看着一封信 盯着 马上去解决 最后就解决 给工人的收入 就要让他们有工资 不能让他们饿死 但是你看七本宇的回忆录 要有批评精神 当然了 他是站在后来的 对了 为毛泽东路线辩护 因为他的核心观点是 毛泽东一辈子 做的最成功的事情 就是文化大革命 对了 而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 全部背叛了他这个精神 对了 这是七本一的出发点 对 所有的材料 你要经过这一条过程 所以我就说 我们要 要抱有同情之了解 我们又知道 他为什么会这样 我觉得他是一个信徒 然后呢 他是一个走火入魔的信徒 然后呢 到后来你就会发现呢 实际上 比如说 对于周恩来的 这个政务院系统来说 我估计 他是 他是一样就很有意思的 他不是不知道这个问题 而是他百废待兴啊 你在这个角度理解 你就能明白 我就觉得可以回答七本宇 为什么 因为他这么一个政务院系统 国家的太多事情需要办了 他就只有像毛主席 他不是势必公亲的去办理国家日常行政 他看封信就流泪 他看封信他就流泪 现在怎么能行呢 你们去解决 但三年之害多少人 这个他不管了 于是看见 看在七本宇的眼里 就觉得你看看 周冬立 这事你也知道 为什么只有毛主席这么着急啊 他就 所以 七本宇就站在 只有一个毛主席在他面前 不过七本宇也很奇怪 就是说 他在文革当中 就被毛主席 他们打下去了 对啊 他做劳作了几十年 可他到现在还是这么感激 我有个朋友汪辉啊 前程还到上海 跟他常谈 就七本宇是毛派最后的传人 他基本上 不是 但是他是不是在找一个存在感呢 如果没有了 连这些东西都没有了 他就没有存在价值了 那你一个人也得找自己的存在感 他最大的存在感 就是在毛主席身边 反正我觉得他有他的信仰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这个争论了一下 到底是毛主席还是周总理 更关心人民疾苦 对吧 要我说还是强强三人行 更关心 咱们可以看看 目前人民的疾苦啊 你瞧瞧 这是我的母校 我在武汉读书啊 这是就这几天的 前几天的 武汉暴雨啊 暴雨啊 他们说 四个小时下出几百毫米的这个量来 这是 然后你再看 就烙了嘛 这是安徽 据说这是徐老师找的照片 是吧 我发给送心的 这个真是照片跟文字啊 差别太大 要是文字说 有几千头猪在洪水当中 你没有印象 没有印象 多少人我们都没印象了 你看看这个照片 这养猪户 你看啊 这家猪就要被水淹了 你看看 这个这个就是 六千头啊 对啊 六千头猪 你看全是 就被水淹了 我们对于天蓬元帅啊 这张的标题叫 人猪情为了 对啊 看了不想吃猪肉 再看下边 哎 这个是哪啊 五湖 五湖的一个 也是安徽 安徽五湖的一个雕塑 你就看这个雕塑啊 这个蛮拉签啊 你可以看出水位的变化 这是一家人 你看这一家人 水都上岸 你看一家人 你看一家人 哎呦 你看 哇 这么厉害 一直到七月四号 啊 城市雕塑就给淹了 反正雕塑至少两米啊 哎 这这这这多多大的降雨量 你再往下看 嗯 好 这有意思了啊 现在这个环球时报又开 对大V开炮了 先是有大V呢 啊 大V就是在微博上就开始说 这个武汉当年啊 说花了一百多个亿 搞这个这个工程 结果呢 你看还是闹 说政府的公信力 就是这么被他们搞没的 王书记动手吧 就是跟王岐山说 喊话呢 然后呢 说这个啊 说下了当年的报纸标题啊 说下15个东湖也不怕 你看这个袁腾飞的微博 说这次下了16个东湖 多了一个 所以受不了了 但是你要注意 环球时报把他们给晒出来 是为了批斗他们 那你看看 环球时报怎么批呢 就是说哎 这是当年的报道 说武汉投资一百三十亿 告别看海 因为网上流行雨 说那个什么 武汉一下雨就要变海了 夏天到武汉来看海嘛 说一百三十亿 目的是一天下15个东湖 也不怕 这当年的报道 但是呢 现在的你看 这次的报道 7月3号武汉晨报的报道是 98年以来最强暴雨袭击武汉 两天下了22.5个东湖 你看再往下看 这是有些武汉市民 反反讽这些个大V 说你们不要这个 这这样逢事必反 对吧 说这个这次暴雨量 确实是有记录以来 这个最大的 说这个作为武汉人 雨下了一个星期 对吧 确实是 雨很大 就说你们这个大V啊 也不要就是 反事就赖政府 是吧 就是说 你看 这里边啊 环球时报的这个观点 是什么呢 就是也反映了某些个大V啊 他们有一种 就说是 好像骂政府的一种 一种惯性 就是亲口开河 其实有些事情是需要调查的 比方说 这次就给人家抓着一回 人家就说 2013年的那次报道 说的是什么呀 投入130个亿啊 要能够主要改善的是 自水的问题 自水就是 就是积水的问题 当时的标准是 呃 成为海的 看海的标准是 超过30分钟 还不消退 就可以标准海 啊 就积了水以后 积了水 在30分钟之内 还有啊 大概意思就是说 人家当时 就是武汉说的 我投资130亿 我要解决的这个问题 要达的这个指标呢 是能够应对24小时 下雨200毫米 的能力 但是比如说 这次呢 有些地段 甚至可能四小时 就达到了240毫米 甚至下出了 一个梅雨季节 三分之二的水量 所以那意思 超标了 你们这些大V 应该先调查事实 不要一出事 就在这嘲讽政府 当然这个环球时报的立场 咱们也可以 也可以认知了 是吧 啊 你 我觉得呢 他们讲的话呢 其实都有道理 那边就觉得 你当初说15个东湖 对不对 怎么没弄好 那边说 现在22个东湖了 当然不行 但是 我不大习惯的是 他们就是说 不在讲事实 而是标签 就是不管是大V也好 环球时报也好 我们最重要看的是 谁讲的有道理 而不是这个标签 讲得好 那个胡锡进啊 有一段话 我专门想读他一下 他说中国还是应多开放沿路 鼓励宽容建设性批评 对非建设性批评 也应有一定承受力 沿路宽松会导致一些问题 但是他带来的好处更多些 新中国的历史证明 沿路宽松与社会活力的关系密不可分 对于他导致的问题呢 国家应对能力是宽裕的 希望政府各部门 各级各地官员能够为实现沿路更宽 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觉得他讲得很好 环球时报提倡言论自由 对对吧 这样的很好 所以不要因为有什么人在发一段 里边有些话 可能说的不够那么准确 就给人家贴上 哦大威啊感情不对啊 我们也不要因为环球时报一灭 我们说他官媒 然后我们一看到环球时报 就是他们现在说老百姓变成老不幸啊 老不幸也不对的 老是不相信 不管是环球时报 还是网上的这个大威小威也好 谁说的对就听谁 不是为什么 老不幸呢 因为是豪言壮语太多 你当时不说15个东湖 今天一点事都没有 你为什么一个没有科学根据的 15个东湖有多少呢 东湖也会占水 也会退水 他没有一个标准 就说有一定有多少个立方米的水 在那个里边 那你就一下子一开口 豪言壮语就说了 你说出来了 人家就挑你毛病了 就抓你小辫子了 半点实事 别说豪言壮语 不是这不是人家政府说的 这是应该是当时的报道的标题 是吗 政府 他说的就是 从我的形象的来写 是 就让你有个概念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媒体搞的 而且这个 你说这个标签啊 也的确是 我 我现在就觉得有些 我不得不说呀 有些人的这个头脑啊 在我这个头脑 头脑比较软化的人看起来 我觉得他们得了一种头脑硬化症 就是有时候我会觉得 就是不贴标签 你就没法活着 是吗 不贴标签 你就没法看人 后来我就发现 这个里边有很深刻的一个理路 就是你比如说 咱们中国过去讲一个人 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他经过的历程啊 叫格物置之 是吧 正心诚意 修身极家 格物就是认识事物是最早 关于这个格是怎么解释的 很有意思 比如说历来都在讲 到底这格是什么意思 格物 甚至于就说明朝的这个大儒啊 叫这个王阳明啊 他说我要格物 他说格物就拉着一个兄弟盘腿 对着一个竹子看 这兄弟看了三天 就发烧了 病倒了 后来王阳明说 看你做不了圣人 身体太差 我去 王阳明在那坐了七天 最后也病了 昏过去了 虚过了 现在港大的校徽就是格物自治 其实格物也就是比较 就是寻找物质的本质 对 就是这个水 是15个东湖呢 还是22个东湖 这就是格物 格物 不是格价 我现在是格价 你说的这个也是解释之一 但是呢 我发现就是啊 今天的很多人在头脑中 认识人和事啊 他必须画格子 他的脑子里画了很多格子 他看听习近东说一句话呀 公知 放这格子里 是吧 李轩人说句话 环球 放这里 什么心左呀 毛左呀 什么什么右啊 搞的这些个东西 你知道吗 我有时候觉得 很平面 很表面 比如说有时候 咱们微博上也有一个说 哎呀 文涛啊 没想到你也变公知了 我说你先告我什么叫公知 对啊 咱们去这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其实本身也就跟这个知识分子 我觉得有关系 嗯 我最烦知识分子 也不叫烦吧 就是说我之所以够不上人家的境界啊 就是因为我觉得这点上我跟他们永远不一样 你不是公知吗 不是 他们就说哎就爱谈什么主意啊 什么的 我从来都没有明白 我说哎 一个人呢 擦亮自己的眼睛 你看这个人就是这个人嘛 这个人他他碰见这个事情 他就这样做 碰见那个事情 他就那样说 你就这样认识他 不好了吗 你为什么非要把他画到一个格子里去 就说啊 他是左派 他是右派 他是左中右 说实在的 毛主席当年就爱干这个 但是啊 干这个东西背后啊 可能隐藏着一些别的目的 对吧 但是这种认识事物的方法啊 让我觉得就是白活了 你知道吗 就你认识这种事物的方法是怎么会产生的呢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知识水平就不高 你必须要用几个简单的字啊 把一件事情说清楚啊 从打赌豪分田地 那大家就明白什么事了 然后接下去就喊口号了 对吧 你现在所有的口号都是这样 简单文化 就简单 简单 把一件复杂的事就用很简单几个字 然后大家都觉得 哦 就是这么回事了 对 我觉得这个里边就反映了人 这种懒惰冷漠 就是 就是你白活了 你知道吗 就是说 哎 这个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一辈子 见到这么多不同的人和事 你就懒惰 你干嘛非要把它画在一个概念里呢 重新读516通知 516通知里边 最重要的一个观点 是批判彭征 他们的二月提纲 彭征他们第一个文革小说 二月提纲的核心是一句话 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所以就是把这句话打掉 就开始了66年的事情 整个运动结束的时候 还是这两个字叫什么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你看到没有 所以你真理就是你说的话对不对 你要把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打掉 就是说同样一句话 我说就是对的 你说就是不对的 这就是画格子的 对这个才是最根本的 所以这个听上去好像是小事情 其实是天大的事情 所以你知道我从一个知识分子那 停来一句挺好的话 我就叫什么呢 就是理论是灰色的 生命之术长青 歌德的说法 歌德的说法 甭管他是谁说的 对吧 他就是说 你就很喜欢这句话 我有时候觉得这个 这个就是说这个 有时候读书人呢 会把自己眼睛读瞎掉了 你知道吗 就是说你活在世界上 我认为最高追求的就是美白活 什么叫美白活 美白活啊 就是啊 你也不能根据那个书本上的东西去套啊 你就看见一个花一个草 一个人 要像第一次看到 像第一次看到他一样 认识一个人 像这个人说的每一个观点 像第一次听到这个观点一样 去感受他 你管他什么是毛左心右的 这个话对不对 能不能解决问题 为什么这个脑子像长了硬化症 或者说我不把你闺门别类啊 我简直就没法认识你这个人 我觉得这个脑子里不是长得像花钢岩一样吗 所以就是开始的时候就把一个 原来想把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就用几句几个字把它套起来 结果呢 就越弄越复杂 就把简单的事情又复杂化了 对啊 就复杂的不得了了 人就变了全是格子 你说的格子全套起来了 但这个人是平面的 套住的这个人是平面的 你刚才说的 我们想看见一个人是立体的 不 因为假如真照张年这种判的话 那我说你说我怎么划分 我今天是说出一句右派的话 明天我就说一句左派的话 后天我说我中间派 你说我什么派 你会凭什么把我打到左派去了 行左行右 这专门有个称 进攻你这种人 你看多好 或者现成的 或者叫七强派 但是你毛主席说 你或者左或者右 或者中间偏左 或者中间偏右 你不可能真正的中 对 2 3 4 4 5 感谢观看